人会长出第二张脸呢 我身边这位来自江东的商人小李哥 他的身上就长出了第二张脸 三天前的早上 我像往常一样醒来 却发现肚子上长出了一块像盘子一样大的窗 最恐怖的是 这块窗的模样是一张人脸 我害怕极了 喊来了我的父母 他们也吓了一跳 天哪 他还张着嘴 他是不是饿了 他吃包子吗 啥 大时候来这么多人呢 他会喝酒吗 他吃甘蔗吗 我这根手杖呢 我这把大宝剑呢 太可爱了 我想看他生疼活猫 你是魔鬼吗 给家钱 滚公司我好痛苦啊 您二位吃好喝好啊 爹 我怎么只有碗清水啊 饭呢 你的饭我收起来了 一会儿胃给小窗窗 他不是宠物啊 你有意见吗 我实话告诉你 窗窗这么可爱 也许他才是我儿子 你就是个胎盘 老婆子 咱们把胎盘养大了 玉壶 药 对啊小李哥 这人脸既然是窗 必有治窗毒的药 为什么不去看大夫抓药呢 看过了 大夫都没见过这样的窗 都不敢开药啊 我有个办法 既然他凡物必食 我们不如多抓几位药材 一样样喂给他 哦 我明白了 当归 三妻 马鞭草 党参 贝母 他不吃贝母 这就是治他的药 给我张嘴 张嘴 疼 哎呦疼 他不张嘴啊 这叫虎威 可必摆邪 这叫虎威可必摆邪 哈哈哈 五一